港股連綿下挫 昨日終於迎來久為了的強力反彈 恒指初段仍偏遠 中段低位17573點 這個指數剛好與今年8月22日中段低點相同 到了這個低位 好有法力 一個急拐彎 即見止跌回升 雖然仍遇到回吐 但壓力不大 輕易被買盤消化 美市值趨心理關口18000點 並於下午3時35分一舉升月 收市報18057點 升402點 成交增至1018億元 較上日多244億元 無毒有偶 大市好似有一隻 無形之手 在指道行指上落波動 前日低點為17623點 平今年收市指數最低點紀錄 昨日低點為17573點 又平了今年中段低點紀錄 兩個紀錄分別重現 何其巧合災 以我頭排數十年在古壇打棍的經驗 今次的巧合 乃強烈顯示 有心人 非常關注港股的波動 並以兩次平低紀錄的模式開展到底反彈的精情 可謂 偽高人膽大 亦是妙到豪顛之作 因爲從安撫人心到走勢形態 上述的大製作都能起到四兩撥千斤的功用 經昨日大賬 可以講投資者渴望已久的反彈終於實現 這有如大漢之望雲危 誘惑九漢逢金路 相信這次回升 會吸引到一些新資金時機入市 以擴大港股的投資基礎 至於昨日上升的原因 主要是有資金帶動 並提振信心 亦即欠缺的 一金兩心 在解決資金和信心問題上 以讓大家見到希望 不可或望者 乃昨日港股是與內地的股同步上升的 也可以港英股起到引領作用 現時 恒指以回升至9月15日收18182點之後 最高 而阻力位在18800至18500區間 理論上如果昨日之推升有後續力 下週繼續前行是順理成章的預期 估計 跳躍式上揚的機率不低 加上一些過度沽空和造淡的淡有 早晚要補倉 所以下週大使不受沒有動力 雖然不能講以一天光曬 但最大的坎已經跨越 則並非虛話 有時無盡的地平 在2060時的地平 有時無盡的地平